凡 夫君回来了 回来了 饿了吧 给 夫君 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女营 鹅华 我想让你们去办一件事 什么事啊 去趟羽山去看看鱼 我也放心不下他呢 他父母都没了 独自在羽山守孝 是该看看他去了 这一次啊 不光是去看看 我想请他出来治水 治水 可他得守孝三年哪 可是现在 子气和博弈大人 已经在荆州驻顶 等着大顶驻成之后 就是决战之时 现在关键时期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只能请羽出来治水 既然是这样 那我和姐姐就去试试 不过不是去试试 是一定要请他出来治水 买东大人 咱们在海水边上转了十几天了 你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战场 大酋长还等着咱们的消息呢 哼 波强 这十几天没有白忙活 你看这一片开阔之地 离荆山柱顶处不远 南边河道纵横交错 只要把余顺引到这里 就可以迫使他们备水迎战 欢诺大人在华夏就是战将 果然好眼光 回去可以告诉大酋长了 就说决战的地点已经选好了 倚仗这里有力的地势 水势 我已经想好了一条计策 可以完胜一瞬 难怪大酋长 越来越倚仗欢兜大人 大人 这次立了大功 可别忘了兄弟我呀 走 咱们顺便去荆山看看 大庭何时能铸造好 越远 这些日子你过得可好 我想了很多事情 越远 你父亲走到这步绝路 摄政君也是不得已的 这不关摄政君的事 是我害死了我父母 不能这么想 你母亲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她的用意你应该明白 她是想让你做一个 对天下有用的人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父母亲是这样一个结局 说实话 有时候 我真想在我父母的坟前 一死了之 玉云 你千万不能这么想 你如果死了 才真正对不住你父母 你想想 你父亲死前就一个请求 就是要让你活下去 为天下人治水 为他们争气 你如果死了 你怎么去见你父母 玉云 摄政君想请你去治水 他特意嘱咐我们 一定要说服你 二位叔母 请你们转告摄政君 我一定要给我的父母 受效三年 可眼下 我们和三苗人 在荆山筑地 这大鼎铸造好了以后 就是一场死伤无数的大决战 摄政君让你在这个时候 出来治水 齐心之诚非同寻常啊 我不能去 如果我连位死去的父母 我手效都做不到 我会谴责自己一辈子的 可是雨 治水是为了天下的百姓 你一定得好好掂量掂量 二位叔母 你们不用劝我了 我意已决 请你们回去吧 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没有 雨应该明白家师不如天下师大 可雨一下子没了父母 你应该体谅她的心情 我知道 可是眼下 找不出比她更合适的人了 这雨为了天下的事情 自己成了孤儿 我们两个看着都挺心酸的 真的不忍心再劝她出来治水 可是既然为了天下 她就更加应该站出来 我也知道 这雨只不过是一个守孝三年的请求 按理来说我不应该为难她 那怎么办呢 来 摄政君 喝水 好 好 忙去吧 好 高瑶大人 我来找你啊 还是关于这治水的事情 根据我多年治水的经验 今年积水一带一定是洪老灾 那么南方一带就一定是干旱 所以啊 我们要采用舒郡的法子 使洪水入淮水 这样的话 既解决了积水一带的洪老 又解决了这淮水的干旱 这淮水一带啊 是三苗的粮仓 所以说如果 我们能解决这南方的干旱 三苗的民众 就一定能够得到实惠 也许他们就不想打仗了 不战 而是天下统一 可是这治水啊 只有雨才能够完成 盛将军 你是想请雨出来啊 可倒也是啊 这孩子多年研究治水 还真没有谁有她这本事 可眼下有个问题啊 这雨还在守孝期间 我请不出来 可是等她守完这三年孝啊 治水的最佳时机又错过了 现在最麻烦的是 雨刚没了父母 她只有这一个请求 就是在家守孝 我要还执意请她 那我就太不进情里了 盛顿军 我看这样 改日我给任定 去看看这孩子 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这事跟她说说 好啊 这就是决定天下的大鼎 我怎么看着 像撒尿的桃湖呢 这只是样式 是送给贡主 摄政军和大酋长看 等他们同意以后 才开始正式铸造大鼎 将来这大鼎啊 铸成之后 有万斤之重吗 什么 那要到何时才能铸造好啊 定天下之神器 非如此不可 眼下我们正在收集铜料 怕得有些时日啊 那可不行 行不行由大酋长说了算 咱们先把这个带回去 让大酋长过过目 方向大人 那我也 把顶带回去 给贡主和摄政军看看 好啊 咱们回来见 回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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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遥大人 人丁树木 高遥大人 羽 放着那么好的行宫不住 你怎么会住在这么简陋的草棚里啊 那羽山行宫本也不是我的 我正准备把它交给摄政军 那 那那你以后住哪里啊 三年守孝之后 哪里有江河 哪里便是我的家 羽阳 这 高遥大人 如果你们 也是劝我去治水的 就请回去吧 我只想静静地 给父母守孝三年 羽 我们不是来劝你治水的 我们今天来啊 是陪你一起守孝的 好 多谢高遥大人 真好啊 这个造得好啊 好啊 漂亮 这完全是按照 贡主和摄政军的意思铸造的 而且 方向大人哪 他 也带回去一支同样的顶 给有描示看看 好 想好了没有 这顶啊 要造多大 怕是有万斤之重啊 摄政军不是说 拖延得越久越好吗 这越重 就越难制造 这铜料的收集 也就越困难 时日 就会越长 我们去趟羽城 把这大顶 让贡主也好好看看 好 夫君 女婴 夫君 父亲 父亲病重了 什么 走 赶紧回去看看 通知高遥 去羽城 诺 走 走 让一让 让一让 舍舍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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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舍君来啦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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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舍 你来了 母亲 父亲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病了呢 我没什么病 就是年岁太大了 太阳 还有落山的时候 人不也一样吗 你好好休息 一定会好起来的 对了 父亲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大顶样式啊 铸造好了 快 拿来我看看 来 慢点 父亲 父亲 你看 好 公主 我把羽带来了 羽啊 滚 滚来 来 公主 你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你为了天下统一的大业 牺牲了自己的父母 你是个明白师里的好孩子呀 我知道 你心里觉得 愧对父母的在天之灵 羽啊 人们说忠孝难以两全 可在我看来 忠天下者才是大孝 眼下 天下统一在即 摄政君不忍心杀戮 正在为难哪 公主 我父亲 生前多姓无异 你一直在用人德之心感化他 你为了统一天下 担惊竭律 操劳一生 我没有理由再推脱了 摄政君 你说吧 让我干点什么 好 我们回头再细说 起来吧 大家都听好了 从今日起 玉顺继位公主 统射所有事情 统射所有事情 诺 好了 你们大家 都出去吧 好 我想一个人静静 好好看看这只大地 听好 习관 古 舟 你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啊 我此生没有遗憾了 唐瑶已百岁之年 完成了华夏和东夷的大联合 向天下统一事业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他倒下 倒在了天下统一事业的征途上 怀抱象征天下统一的大顶 韩孝离去 他开创了三王时代的上古文明 奠定了中华民族 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信念 是中华民族上古历史中 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 按照常理 老公主去世 我们应当守孝三年 可是眼下的行事 却容不得我们守孝 老公主说过 终天下者为大孝 从今日起 我们齐心协力 代孝治水 苍其可见 我于顺决定带领大家 完成共主统一天下的大业 绝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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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这就是集水 最靠近南边的河道 我们从这里开始输郡 距离汗水 距离汗水 等几条入淮水的河流 也最近 而且 工程距离最短 羽啊 你打算如何试过 这里人烟稀少 如果我们从这里开始挖 昼夜轮班 不停地开挖引水渠道 另外 再派人力 从汗水那边夜间绝口 以免惊动了三秒 如果两边同时对挖 有三四十日 就可以完成 等水渠道挖好以后 大水将至 我们只需掘开口子 就可以放水 就可以解决一切 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力 都集中在 养兵备战上 如果调集大量的兵士 来开挖引水渠道 我担心 难以应付 即将到来的决战 大家听好了 从今日起 由羽 担任天下治水的总首领 你们 都要听他的指挥 诺 诺 诺 羽 你 训期之前 要尽全力打通银水渠道 你的意思 我可以调动军队 嗯 只要能够打通入淮水输军渠道 你可以调动一切 诺 天神保佑 让唐瑶 先我而去 这天下大鼎 非我莫属了 这是天意啊 环冬 你何时动身 要到哪儿去啊 大酋长 我即刻动身 好 我想 你立即做好战前准备事宜 诺 方向 你立即赶回京山 督造大庭 诺 是天下牛耳的日子 指日可待了 好 方向大人 什么事啊 你赶紧过去看看 有人从马上摔下来受伤了 你带我去看看去 我带你去 就在前面不远 哪儿呢 前面 唱得不轻啊 啊 啊 你是谁的部下呀 啊 是环冬大人的水族 哦 你是怎么从马上摔下来的 环冬大人带我们去西北水族 他催得太快 马队乱跑 我被撞下来了 哦 他不管我的死活 领着人马就不好了 哦 知道了 没事 过几天就会好了 啊 啊 多谢方向大人 哎 你们来几个人 把他抬回去就行了 啊 诺 哎 哎 慢一点啊 歇歇几天就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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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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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见不着你了 怎么 再三秒也待不下去了 我也没想到 你我兄弟还能坐在一起喝酒 只可惜滚兄已经不在了 像当年我们兄弟三人 那可是情同手足啊 我真怀念那些日子呀 滚兄总是当断不断 才召来了杀神之祸 如今只剩你我兄弟两个 公公兄就不想再干一番大事业吗 不想了 我那次率兵出击 本想和滚兄内外配合 一举消灭余顺的军队 直到唐都和龟瑞灭掉唐瑶 然后再和你配合颠覆三秒 共成霸业 想得好好的 谁知道我最先看见的 竟然是滚兄的尸首 从那以后 我只想守住西北当个酋长 也就算了 公公兄 你听我说 眼下虞顺和勇瑶市商顶 在荆山铸造大顶 待大顶铸造成功 就开始大决战 胜者拥有大顶 成为号令天下的共主 这一战 如果余顺吞并了三秒 你想想 那余顺是何等的野心呢 他还能容你在西北号令一方吗 又或者有苗市得逞 你在西北袖手旁观 没有任何攻击 到时 心胸天下的有苗市 一定会拿你开头 照你这么说 我就没有活路了吗 路嘛 倒是有一条 就看你 敢还是不敢了 你说说看 眼下大顶铸造还需要些时日 正好有机会排兵不振 京山是三秒的地界 决战的地点咱们说了算 共工兄请看 这里 是青山柱顶处 去此不远 有片开阔之地 南边 河道纵横交错 到时 等余顺的大军 到达这片开阔地带 就会发现 三秒的大军 已经在水边 立阵迎战 背水迎地 你和有苗市都喝醉了吧 这正是我的计策 到时 于顺一定以为必胜无疑 等他会时冲杀过来的时候 三秒的军队 就会突然登上竹牌 撤离岸边 我忘了男人的竹牌 远比北方的独木舟 和羊皮法子要快啊 然后 你率领你的骑兵大军 出气不意地 从于顺背后给我杀出来 他们仓促间必然混乱 这样一来 于顺就成了背水迎敌了 此时 三秒的大军 再从水上杀回来 让于顺父辈受敌 全歼于顺 在此一战 然后呢 可以拥戴有苗市为公主 你我成为全清一方的首领贵族 再说呢 有苗市已经老了 取而代之 也无不可 天神从没说过 谁就一定是公主 要是你我兄弟得了天下 一人一半 绝不食言 绝不食言 滚兄在世的时候 就说你是个九头狐狸 你这是干什么 我有食言 断职如断头 好 你能断职明智 真是难得呀 兄弟跟你去生死一搏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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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怎么到处都是裂纹呢 这顶有多重啊 一千斤 就连这一千斤顶 我们都造不出来 何谈那万斤之顶啊 难哪 我倒是听老人们说过 此顶 乃天下之神器 非活人 跳入炉中祭奠天神不可 皇帝当年筑顶 也是用的这个法子 我看哪 也可能是咱们这些同料有问题吧 咱们再琢磨琢磨想想 别轻易地用这活人计顶 方向大人啊 嗯 恕我直言 嗯 天下上好的铜料 都产自你们西南哪 可是你们大酋长为了扩军打仗 把上好的铜料都造了兵器 害得我们只能用杂色的铜料 来制造大顶 如何能造出上好的大顶啊 博弈大人哪 我现在做不了我们大酋长的主哦 方向大人 方向大人 大酋长信使来报 问大顶何时能造好 不知道 方向大人 大酋长说了 大顶已经住了半年多 如果三十日之内再住不好的话 那就 就什么 就拿方向大人问罪 诺 知道了 大酋长急着扩军打仗 方向大人 看来是胜权在握啊 三足才能顶起天下 华侠东夷三秒 本事同根 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 难道大酋长连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吗 他要是知道这个道理 公主还用这么费心吗 只是哭了方向大人哪 是啊 方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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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博弈大人哪 方向大人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该吃饭了 哦 博弈大人 我 有个事儿 想问问你 请讲 你看 咱们一起筑顶 有半年多了吧 嗯 我们大酋长隔三差五的就派人来都摧进度 不是你们余顺公主从来都不管此事从来都不关心呢 哦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急也没有用啊 我们不是每天都在铸造大顶啊 可是 可是总不成功啊 不对吧 其中啊 必定有隐情 方向大人 你是个明眼人 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 是啊 这个大帝能铸造成功之日 便是这血流成河之石 我方向历来以旧人为根本 我何尝不想免除这场死伤万众 天下最大的杀戮战争啊 方向大人果然是个高人啊 既然你明白 我就直言问一句 你觉得当今天下 应当由谁来掌管的 得民信者得天下 为得者才能掌管 那我们贡主跟你们大酋长 谁更有这些品行呢 方向大人 我们贡主多次夸奖过你啊 你曾经多次阻止 永苗氏滥杀无辜 不给欢兜之伤却全力救治余顺 你们贡主知道这事了 知道了 贡主说 你是个秉心公正的人 身名大义之人啊 我世代为三苗的人 我不能不为三苗考虑啊 为三苗的万千民众考虑 才是真正关心三苗的人啊 说得不错啊 那我们吃饭去吧 好 晚上啊 你到我的住处来一下 我有事相告 好 走 慢点 走 公主 伯毅大人 你怎么回来了呢 公主 欢兜去了西北 公公很有可能要协助三苗 参与这场战事啊 什么 什么 伯毅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方向大人告诉我的 不会有诈的 方向大人 方向大人 方向大人是有苗氏的副酋长 他这么做的话 是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呀 方向大人跟我注定这半年里 一直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前些时候 他终于跟我说实话了 他说 你才是号令天下 造福万民的公主啊 欢兜取得了有苗氏的信任 而方向大人 却因为偏袒我们而遭到猜忌啊 我一得到消息 就立刻赶回来了 不易 你即刻带这一支精兵去京山 让他们装扮成工匠 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保护好方向大人的安全 诺 卉大人慢走 这几年 这三苗一直干旱 有些地方甚至是颗粒无收 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有苗氏要跟我们开战 我觉得 里面一定有事 还好 我派了高瑶大人去查看敌情 我们再等等他的消息 怎么说 共工的军队已经动身了 他会事先进入周边埋伏 直等大战开始 好 太好了 你的手指怎么了 不碍事 留给共工当信物了 大酋长 咱们这边连续两年干旱 好多寨子 连树皮都吃光了 征调的冰冰也缺量 这一仗可不好打 另外 方向大人那边注定的依托再多 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的话 不能开战 咱们的军队就先饿死一半了 我已经跟方向说过了 再造不出大鼎 我拿他问罪 这次是大酋长统一天下的最好机会 我们兵经降粮 又有倚仗的山形水势 更有那共工胜服的数千骑兵 这样的好机会如果错过了 以后怕是 不能再等了 包强 在 你亲自到荆山毒造大鼎 诺 你怎么还不动啊 大酋长 有件事情我不敢说 说 我刚得到的消息 方向大人 把他所统领军队的青铜武器 都集中到了荆山 方向 方向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把武器化成了铜水 铸造大鼎 混蛋 背马 我亲自上荆山 公主 公公的确带领人马去了荆山 公公从西北到荆山 一定会路过我们的地界 立刻调拨所有的弓弩手 半路伏击公公 诺 东部时 在 集合军队 立刻出发 诺 荆山 全私 还是想 soro 看不到 不能走漏漏风上 要不咱们就全完了 依我看 若是有人在此地射服 咱们一个也跑不出去啊 于顺正忙着和三苗决战呢 哪里知道 我们会从他鼻子底下溜过去 周岭高剑 少ulan 咱们就你孩子 快追 快跑 又让公公跑了 公主 我带人去追吧 不用了 我们还有更要紧的事情 秦普空 在 抓紧时间 救治这些商人 诺 杜牧师 在 留下他们的衣服 衣服 要衣服干吗 高瑶大人 我想问问 你看看我们这些首领里面 有谁口才好 但是又没去过三苗 这些首领 都去过三苗 如果在没去过的首领当中 找一个既能说又能道的 还真是没用 公主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看 这欢兜是有苗氏的帮凶 如果我们除掉了欢兜 就等于砍掉了有苗氏的一条臂膀 公主 这个办法好啊 可是上哪儿去找这么个人呢 实在是太难了 有一个人 谁啊 商君 商君 那可不行 这孩子去过三苗 再说了 去三苗那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他去危险 难道别人去就不危险吗 再说 商君已经长大了 是该让他好好磨练磨练了 公主 朕 高瑶大人 别说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你现在立刻召集人马 在城门口等候 诺 不是 虽然这就能准备一个人 感谢观看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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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万里城山如许 南风作异议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普遍颂 啊 回遍各知水患 离生息 不一张万名牌 平革 啊 万名牌 残佛无许 南风作异 不一张万名牌 平革 啊 回遍各知水患 离生息 不一张万名牌 平革